那這次最新美國總統大選辯論落幕 我們訪問到了政大國安中心的教授 顏振生 要請教授來解析 這一次您覺得兩個人在辯論上表現如何 誰比較占上風 還有看起來川普是打出了固守基本盤的政策 而拜登呢 則是訴求自己的政績 兩個人有各自達到效果嗎 我覺得拜登一開頭上來的前幾分鐘表現不好 那後來慢慢穩定了 但是他自己的最重要的一個幕僚 克萊恩以前的幕僚長就講過 所有的辯論都是在前15分鐘就決定了 所以拜登在前面表現不好 讓很多對他有疑慮的人 健康也好 或者對他的判斷力也好 都會認為說他可能不適任了 即使後續他的政策提出來 是比較有實在 那川普是這樣 他有很多謊言 但是他說謊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覺得說是自己在說謊 那他固定他的基本盤 確實是在這次辯論當中看起來會讓拜登的民主黨的一些其他要參選議員也好 或州長的都很緊張了 因為特別是在這個我們講的搖擺州 像這個賓州 如果今天賓州的參議員要競選連任成功 可能要跟拜登要有所切割 我覺得這個是最大問題 不過現在才六月 那如果拜登今天在未來七八月以後 他們兩黨的這個全國黨代表大會表現得不錯 我覺得還是有機會挽回的 所以教授您覺得這一次川普的表現是明顯占上風是嗎 川普表現不好 但是因為拜登表現更差 所以看起來川普表現就比較好一些 其實兩個人表現都不好 川普讓大家的疑慮就是 這是一個滿心想要報仇的人 然後對這個民主不尊重 那可是呢 他的基本盤不在乎 那但是兩個人都沒有辦法吸引到中間的選民 可是拜登的一些支持者 可能會對他更失望一些 好 非常謝謝教授 這一次辯論到底對美國總統大選選情 選票動向會如何牽動 三菱隨便為帶您持續做關注 也謝謝教授帶給我們的深入解析 再次感謝您